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今天,一位牧羊的妇女在放牧时偶然路过了莱拉所居住的山洞 妇女对于莱拉和儿子选择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感到好奇 这份好奇心促使她停下脚步,与莱拉攀谈起来 莱拉热情地邀请妇女进入山洞 两人坐下来,准备进行一番深入的交流 在这个简朴的山洞中,莱拉开始为来访的妇女准备一壶热腾腾的红茶 以此来表达她的热情好客 妇女好奇地询问莱拉为何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山洞中居住 以及她的丈夫现在何处 莱拉深吸了一口气,开始缓缓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解释说,自己的丈夫不幸在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留下了她和儿子 而她之所以会带着儿子离开原来的家 是因为和自己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目睹莱拉和她儿子在山洞中的艰难生活 牧羊父女心生同情 她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从自己的包裹中拿出了一些随身携带的零食和新鲜的水果 慷慨地赠予了莱拉 这些食物对于莱拉来说 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 更是心灵上的慰藉 莱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悲伤和无奈 她继续解释说 自己的父亲想要迎娶一个比她还要年轻的女子 而这个女子不仅带着前夫的孩子 还怀有身孕 这个消息对莱拉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因此与父亲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吵 妇女听到这里 不禁感到惊讶 她进一步询问莱拉争吵的细节 想要了解是什么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莱拉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尽管她多次试图与父亲沟通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但最终都是徒劳 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争吵之后 她的父亲意气之下将她和儿子赶出了家门 并要求她回到婆家的家中去住 阿东每天都很认真为大家做好视频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 不妨给阿东点个赞 支持一下 今天阿东也是继续给大家带来福利 秋冬季节 皮肤就容易干把开裂 阿东就给大家推荐这款凡士林被护霜 我本人也是每天都在使用 这款护霜的设计非常人性化 它的外观和使用方式与口红相似 只需轻轻一扭就能直接涂抹 无需用手 既方便又卫生 使用后的感觉非常舒适 它能迅速为肌肤带来滋润 让皮肤变得更加柔软和水润 有效缓解干燥和扫痒 无论是手脚还是身子 哪里感觉干燥就往哪里涂抹 简单快捷 感兴趣的粉丝可以直接点击阿东的头像 前往橱窗选购 谢谢大家的支持 莱拉告诉父女 她并没有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 因为她对父亲的行为感到极度失望 她的父亲也没有出来寻找她 这让她感到心寒 因此 她和儿子只能暂时居住在这个山洞中 尽管条件艰苦 但至少这里是她能够找到的避风港 父女听完莱拉的故事后 对莱拉的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她安慰莱拉 表示理解她的感受 并鼓励她保持坚强 父女在告别前 还不忘提醒莱拉注意安全 她关切地说 你要小心一点 这里附近偶尔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出没 你要小心 这句话透露出 她对莱拉安危的深切担忧 也显示出 她对这片土地的了解 莱拉对父女的提醒表示感谢 她回应道 谢谢你的关心 我这两天都在这里住 并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动物 可能是因为冬季 他们可能都跑去其他地方了 父女点头表示理解 但她依然强调安全的重要性 冬天是会少一点 但一定要小心 我偶尔都会经过这里的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 莱拉听到父女的话 心中充满了感激 她知道 在这片荒凉的地方 有一个愿意帮助她的人 是多么宝贵 她向父女保证 如果有任何需要 她一定会向她求助 同时 她也承诺会更加小心 确保自己和儿子的安全 薔绿 跟风 好的 好的